每日神话 你的所有经历 他做的工作才能代表他 他的做工才能将他 全部公开显明出来 他的做工为他做见证 他做工发声直接代表灵 他做的工是灵做的 说的话是灵说的 只不过借着道成的肉身发表出来 实际上就是灵的发表 他所做的工作 他所说的话代表他的实质 如果神穿上肉身来在人中间 也不说话也不做工 就让你们认识他的实际 他的正常他的全能 你能认识吗 你能知道灵的实质是什么吗 你能知道他肉身的性质是什么吗 因着你们经历了他一步一步的做工 才让你们来为他做见证的 若你们都没经历过 那就不会强求你们的 所以 你见证神不只是见证正常人性的外壳 乃是见证他所做的工作 他带领的路 见证你怎么被他征服了 在哪方面被他成全了 你该做的是这方面见证 你若走到哪儿都喊 我们的神来了 做工真实际 一点不超然 一点神迹奇事都不显 就把我们得着了 别人问 到底怎么不显神迹奇事 他不显神迹奇事 能把你征服吗 你说 他就是说话 一点神迹奇事都不显 就把我们征服了 就是他的做工 把我们征服了 到最终你说不出一句实质性的话 细节你也谈不出来 这是见证吗 道成肉身的神征服人 是他神性的说话 把人都征服了 这是人性达不到的 是任何一个凡人达不到的 就是正常人中间 素质最高的也达不到 这是因他的神性 比任何一个受造之物都高 这些对人来说 就是超凡 毕竟造物的主 比受造之物高 作为受造之物 就不能高过造物的主 你若高过他 他就不能把你征服 他比你高 才能把你征服 能征服全人类的 就是造物的主 除了他 谁也做不了这个工作 这就是见证 你该做的 就是这方面的见证 你经历 这一步一步的刑罚 审判 熬炼 试炼 挫折 患难 达到被征服了 肉体的前途放下了 个人的存心放下了 肉体的切身利益放下了 就是你的心 彻底被神的话征服了 虽然说 你的生命没长到 他所要求的程度 但是这些东西 你都认识了 你能对他做的 心服口服了 这就是见证 是实际的见证 他来做审判刑罚的工作 是为了征服人 但他还是结束工作的 是结束时代的 是做收尾工作的 结束整个时代 拯救整个人类 把人类从罪恶中彻底拯救出来 完全得着受造的人类 这些都是你该做的见证 经历了神的这么多做工 你都已亲眼看见 亲身经历 别到头来 就连自己该尽的功用都尽不上 这就太可惜了 以后扩展福音时 你能弹出自己的认识 将你心中所得的都见证出去 来尽上你的权利 这是一个受造之物 该达到的 这部工作到底意义是什么 达到什么果效 落实在人身上有多少 人该怎么做 你们把道成肉身的神 来在地上所做的一切工作都讲透 这就见证完全了 他所做的工作的意义 内容、实质 所代表的性情与做工原则 这五方面你都讲透了 这就证明你会见证神了 证明你真有认识了 我对你们所要求的并不是很高 作为每一个真心追求的都可达到 你有心智做神的见证人 你得明白他所验增的是什么 他所喜欢的是什么 你经历了他的多少做工 借着这些做工 认识他的性情 明白他的心意 明白他对人类的要求 以此来见证他 来尽上你的本分 你只说我们认识神了 他的审判刑罚太厉害 他的话语太严厉 是公义又是威严 谁都不可触犯 但到最终对人有没有供应 在人身上达到的果效是什么 你真认识到 这审判刑罚的工作 对你是最有益处的吗 神的审判刑罚 是不是都在揭露你的 悖逆与败坏 是不是能把你里面 那些污秽败坏的东西 给洁净除掉 如果没有审判刑罚 你会变成什么样 你真认识到 撒旦把你败坏到 至深的地步了吗 这些都是你们当前该装备的 该认识的 呢 有道化